哇 这个好厉害 这个作品主题是什么 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因为本来他们跟我说 就是在表演前 一定要用一句话 来表达你的作品 是 本来都已经想好了 但是到 刚刚上台前的最后一刻 我突然觉得 舞蹈不就是没有语言的吗 如果我把这句话告诉你们了 你们在看我们的作品的时候 可能这句话的第一印象 已经给到你们了 所以说在这个作品 是不是迪肯斯是你的丈夫 然后Ziko可以看成一个丈夫的 过去的样子 对 其实是两个时空的在交错 这是你的理解 也许观众有不同的理解 我的理解不一样 来了 太棒了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其实在作品的中间 我突然觉得很悲伤 因为这个主题的确是很现实 我看Ziko和迪肯斯 他们其实是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刚结婚的时候都会好 原本他是有很温柔的那一面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有一些暴力的成分在 这个好会被磨掉了 那一段放了大提琴的音乐 然后朱介金老师的表情和整个肢体表达得太能感受到 从女性的视照 她是舍不得放弃原有的这个爱情 是这种情绪的两个穿插者 我觉得就算没有这些道具 你们故事讲得太清楚了 而且音乐的 包括那个一打开门的一个效果 每一个效果声音也是抓得很紧 情绪和表达都很完美 我感觉像是三个人 因为女生是被拖进来的 像是被欺负了 这一口是一个外面人的视角 当发生了一些故事之后 女生虽然是在抱着迪克恩斯 但是她的手是在求助的 是摸着迪克恩斯的 到了最后女生可能是妥协了 然后告诉了迪克恩斯 OK 我是这么 弟弟也是在 弟弟也是好 就比如说她的亲弟弟 看到她在跟她的家庭里面 穿揉争吵 想帮助她 你怎么在说还是 对 不要了 对 我刚一看的时候想像是 Ziko是她以前的 但是子确的丈夫 然后她一直在守护她这种感觉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像是三个人 好 最开始我看一个是 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我觉得就是作品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她两分钟结束以后 她会引发很多同评共争的 一些不同的观点 这是我觉得最刺激的地方 最好玩的地方 那最开始是怎么创意到 要做这样一个作品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会面对爱情 婚姻 家庭 两性关系 这些社会性的话题 那是否我们可以借这个舞台 艺术化的表达 去深挖一些比较冰冷的 比较残酷的现实 如果说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意识到了 感受到了 也许正在面临着困境的一些女性 是否能够试着 找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这个方向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些道具 她们都是房间里面的 我觉得最日常的这些家具 但是她们又是一种很失控的 倾斜的 颠倒的 脱离了地心引力 好像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家 但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却是一个永远都无法逃脱的牢笼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房间 但是我希望你们和我们的房间 都是满满的落地的 有温度 有光亮的房间 我很喜欢你们的勇敢 对于想要表达这个主题 也希望不管是任何年纪的 如果是在一个没那么愉快的情况 其实是有一个门是可以打开 可以出去的 一定要取求帮忙 对 尽量不要太多的 让女性又大声地说弄 生活还是有温度的 然后一定要多多爱自己 对 好的 作品像一面镜子 它可以照见你的生活 然后可以照见你所向往的东西 或你想要摆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作品完美地 做到了这一点 抛开剧情在弹舞蹈的话 真的三个人太丝滑了 感觉在上面就是飘的感觉 包括那种脱举的动作 都是那么的轻飘飘的 每个人的动作都是非常统一的 感觉也是统一的 融合得太好了 真的 看不出蒂肯斯是 他们是跳HIPHOP的 我觉得蒂肯斯之前的作品 是比较渴望不可及的感觉吧 但是这一次其实注入了一些 比较细腻的一些情感的部分 加上朱杰靖老师加入 其实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把这个舞台点活了的感觉 这一次加上朱杰靖老师的作品 其实很多的卡音效的方式 其实都是用现代舞的一些技巧 去完成的 有一个 其实是 朱杰靖老师用下一字的方式 还有三到四拍的角的动作 卡到了那个音乐 我觉得那个卡点是很高级的 其实都用很多身体的一些细节 他们这不光只有技巧 有老师的加入之后 会让整个作品有了温度 让我们看看大师团 补补他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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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 很多人的眼睛是太多的 在舞台上 而不是太多的 其他舞台上 合作的 然后 现在 我不看到任何的差异 人们在同样的高度 所以这就是非常平均 的表现 非常完整 全是正确的 我没有什么均匀 要说 对 我一会 我一会 在开始 因为我知道 他们做的 我怕 可能是慢的 或者 可能是没有 惊讶 可能是人们会 累死的 但是在最后 你会常常会 惊讶我 所以 好啊 big fan good job guys but i'm the best 好那我们ziko跟猪姐合作啊感受怎么样 呃 yeah actually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she did it really great she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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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a lot of emotions it's gonna be crazy to dance with her because i learned many things i learned the way uh be on stage even face but it's one more easy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lead her and this stuff it was more difficult for him and it was easy for me to be the shadow of dickens also because i'm always the shadow of dickens in the life i mean i'm his shadow he's my shadow sometimes so it's easy haha actually for me it was uh the first time i do this kind of performance to be a bad husband for me it was really really hard no i'm not a bad guy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used to play a character i just do battles so because i don't want to you know 他说你先进了打他 没关系没关系打到打打到没关系 我不怕这个 she's okay okay then i no no you always like watch me if i put if i just drop it i just i just go i don't want to like a girl you know what i mean not like a soft way yeah 他从来不跟你说吵架 他很好 他人很好 but it's cool because i i like to try new things and i know that can help me for next round or next things you know 那朱姐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在我们这个环节其实跟很多接舞者合作过了 这次跟他们两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我是来学习的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天赋的东西 有灵性的这个东西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一种舞蹈与会 我每天晚上回去睡觉 我脑袋都很多个圈圈 因为他们一直在这样 就不停地在套圈圈 其实在我曾经我认为这个动作 不那么舞蹈 但是他们把某一个小点做到极致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连环的一个 一个效果 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 所以很过瘾 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个 创作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纯粹 好的 谢谢朱姐和Zikens带来这个作品 谢谢 把舞台交给你们的对手